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来到古洞瓷 当进了古洞瓷一看 哼 里边是人山人海 做买的做卖的干什么的都有 可就是有一样让刘秀君臣看着心情 既然是这么大古洞瓷庙会 就得有人烧香怀愿 没想到正殿的门锁着 没人烧香 再一看呢 东培殿锁着 西培殿也锁着 有等着烧香的人呢 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 这些人没地烧香去 焦头接耳议论纷纷 刘秀君臣五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从脚门就走进了二层院子 这二层院子里更热闹了 说书的 唱戏的 打靶是卖艺的 卖高油的 算卦的 下面的 摆摊卖东西的 也不少 逛庙的人是挤来挤去 可就是 这二层院子里的大殿 所有的殿门也全都关着 全都上了锁了 就是没人烧香 君臣五个人逛完了之后 又望虎一绕 出了脚门 又到了头层院子 就在这脚门旁边呢 有个酒摊 从酒摊旁边一走 这王八闻进酒味了 他就站住了 邓玉紧在王八后头 不冤哪 你怎么不走了 嘿嘿 我说邓大哥呀 我闻着酒味真香 有心请你们喝酒 邓大哥 你们哥几个 闪个脸吧 邓宇邓仲华摆了摆手 不冤哪 咱别喝了 这酒可不是好东西 俗话说得好 酒要少吃 是要多汁 咱们哪 还是回去吧 王八听完了之后 把嘴一撇 嘿嘿 我说邓大哥呀 我的看法跟你就不一样 以我王博元看呢 是万事不如 悲在手 一罪能够解千仇 我王八呀 是愣死十年兽 都不能缺少这悲重之物 来来来来 别等了别等了 别等我让 坐下请你们吃酒 他挨着个的拉 大家伙也拗不过他 就只好坐下来喝吧 您别瞧王八爱喝酒 可是王八这酒量并不大 五个人喝了一会儿 头一个 这王八脑袋呀 就跟这绿豆油 差不了多少了 连整个都哄他 王八是越喝越高兴 越高兴呢 他这话也多 说出话来 把话说痛快了 他这酒就越喝越香了 就在这时候 有一个老人家 有到王八身旁经过 这位老人家手里拿着香 正好走到王八身旁边 仰天长叹 都说这神鬼怕恶人 这话是一点也不嫁呀 可是这烧香还愿 又爱着你什么了 你这人也太厉害了 平时欺负人就够巧的了 为什么就不让我们烧香还愿呢 恶霸呀恶霸 你欺负人太善哪 王八听见了 他瞧着这个老爷子 这位老人家嘟嘟囔囔 就走出山门 王八知道这里有事 大哥 我去方便方便 你们哥几个先喝着 刘小刚要拦他 这王八站起身心 撑他走了 一撂烟的 就追出山门 就奔这老爷子去了 这王八跑得多快呀 这个老人家手里拿着香 一步一步往前走 一边走一边嘟囔 王八几步就追手了 砰 过去一把 就把这老爷子柏林给揪住了 吓得这老头直哆嗦 头一头一看 我说你 你请我干什么 我问你 放着香里不受 嘟嘟囔囔 讲些什么 哎呀 壮士啊 我说什么 跟您也没有关系 王八急了 右手一钻 全往空中一举 我问你 我问你 你要是不说 嘿嘿 你来看 他让老头看什么呀 看他的拳头啊 这个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抬头一看 王八这手一钻 跟这小茶壶似的 哎呦 老人家心说 他这手望出一身 得跟这大菩萨似的 甭说给我一拳呢 就给我一巴掌 得给我扇一溜跟头啊 哎呦 您别打 您问什么 我问什么 你告诉我 你嘟嘟囔囔 讲些什么 你为什么 不受香还原 哎呀 庄师 您问这件事 您听我 慢慢告诉你 老人家就把事情说了 这位老人家 告诉王八 说长安城呢 有个大恶霸 这个恶霸姓张叫张龙 长安城的老百姓 给他送了个外号 叫静接太岁 这个张龙呢 没人敢惹 因为他是三七王府的总管 仗着王府的势力 欺压老百姓 放大利息前 重力盘剥 是剥削小命 而且抢夺梁家妇女 是无恶不作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古洞池里的老道 把这位静接太岁 张龙给得罪了 张龙带着打手来到庙里 就把庙里的大殿 配殿 全都上了锁 而且把烧香的铜顶 也给弄烫去了 他让打手 在这古洞池 吹出口风里 谁要是在庙里烧香 要是让张龙看见 或者让他知道了 他就给打个 脱以蛇 割背断 而且还送到 衙门里给关起来 这么一来 就把古洞池庙里的老道 全都吓跑了 所以老百姓 是有香无法烧 有怨无法还 王八这脾气 他听这个 他受不了啊 等老人家说完了 王八气往上撞 气得三十神暴跳 武林豪气腾空 豪你个恶霸 你欺人太甚 哇 他说这话 冷不防得一撒手 这个老爷子可没防备啊 扑通一声 老人家摔了个仰面朝天 王八赶紧过去 哎呀 老人家请起请起 他把这位老人家掺起来了 然后他撇开这位老人 回过头来 卖打步 蹭蹭蹭 他就闯进了古洞池的山门 王八这人脾气抱 好打抱不平 他要给庙里的老道 跟烧香的老百姓出气 他可没回酒摊 他一直来到大殿前 他一看 这烧香的铜顶 果然放倒了 王八望着一站 斗丹田一声贺寒 对 这烧香的还愿的 你们给我听着 今天也要给你们 出这口恶气 就王八这一嗓子 这庙里头烧香的还愿的 逛庙的 挑天的 担担的 呼啦一下的 全都围过来了 王八一看 大家伙围上来了 他的嗓门提高了 哎 你们有香之管烧 有怨之管还 也站在这儿保护你们 这个恶霸不来便怕 他要是来了 不让你们烧香还愿 也就打死这狗娘娘的 我看哪个小子 拦住不让烧香 也就把狗的脑袋揪下来 哼 这烧香的老百姓 一听着痛快呀 哎呦 心说 这位壮士好啊 能给我们出这口怨气呀 大家伙可就准备烧香还愿了 王八又说上了 哎 你们要是有香不烧 有怨不还 叫爷看见 爷爷把你们的脑袋 给揪下来 大伙一听心说 我们都招谁惹谁了 烧香吧 有人不答应 不烧香吧 这位好汉也不答应 老百姓议论纷纷 王八怎么一嚷呢 刘秀 邓宇 马称 冯一也听见了 邓宇赶紧把酒钱交了 站起身形 跟着刘秀 军臣几个人 就奔着王八来了 军臣四个人往人群里挤 刘秀想封开人群过去 把王八拉出来 邓宇一伸手 就把刘秀挡住了 他不愿让刘秀出去 如果刘秀出去 有人认出来 可就坏了 邓宇挡住刘秀 军臣几个人在这看着 这时候 王八用手指着 躺在地上的烧香的铜顶 哎 我说 长安城的父老乡亲 别看这铜顶 让他们给弄躺下了 你们没法烧香还原 今天也要把这力气来 好让你们烧香还原 哼 这看热闹的老百姓 全都睁大了眼睛 看着王八 把这铜顶给立起来 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看热闹的 有相信的 认为他既然说得出来 就一定有力气 把这铜顶给立起来 可大部分人都不相信 以为王八在这说大话呢 刘秀低头一看 心说燥了 这个铜顶 看上去 足有千斤之重 王八是绝对立不起来呀 这时会儿 里三层外三层的老百姓 全都瞧着王八 王八把腰一哈 右手抓住顶的顶耳子 使尽全身之力 伸左手 望上他们一抄这顶 大家伙儿瞧着 就瞧这铜顶 忽悠忽悠忽悠起来了 离地还不刀一尺呢 王八已然力尽筋培了 噗铜 这铜顶啊 又躺下了 没想到王八不服 嘿嘿 以死不成 咱们再来二次 他二次动这铜顶 没想到使尽全身之力 这铜顶离地不过半尺 扑通 又倒下了 这王八呀 他也知道寒碜 脑筋全蹦了 嘿嘿 试不过三 也再来一回 两只手攥住铜顶 使尽全身之力 喊了一声 开 没想到第三次 在动这铜顶 这铜顶是温丝不动 一次两次三次 一连三次 这顶都没立起来 可就把王八干到这了 这老百姓刚要交道号 就在这时候 王八听见身背后 有点扑吱这么一乐 呸 您别瞧王八 这顶立不起来 他这耳音可不错 王八心说 我得找个台阶下去 身背后有人乐我 这可有了台阶了 我回头看看 看谁乐他 他既然敢笑话我王八 我就得问他 我没把顶立起来 您立得起来 立不起来 你要是立不起来 您就不应该笑话我 我把这人僵出来 他一动这铜顶 就算替了我了 如果他要不干 我就跟他翻脸 你不成 你凭什么笑话我 王八想到这儿 他回头一看 就看见大殿的台阶底下 站着两个人 左边这个人 晃荡荡 平顶身高 在丈二开外 长得虎体雄腰 看面貌 面是银盆 两刀剑煤 鞋插住 并直入天仓 一双虎目 灶白分明 是硕硕放光 鼻指口阔 三领 默然黑胡须 头上戴着一顶 粉铃段子软扎筋 遮天软吃 颤巍巍 如一构 双搭珠碎 上师穿着素段子 短剑袖 绑身靠傲 腰中记一巴正宽 五彩丝乱带 白抽到中间 足下是两只素段薄底 窄药快靴 外边拍着一件素段英雄大厂 上边绣着朵朵兰花 这个人望着一站 精神百倍 仪表不俗 一看就知道是个恋母的 就在这个身高丈二的旁边 站着一个年轻的五生公子 哼 这叫漂亮 身高在八尺开外 细条身材 长得粉面头腮 两道重重的眉毛是又黑又亮 一双大眼 双眼皮 长眼睫毛 黑眼珠多 白眼珠少 两只眼睛跟一汪水似的 水灵极了 玄膽鼻子四字口 牙拍碎玉 唇若屠珠 头上戴着素段五生公子金 上袖平金 狮子花 五朵大袖球 外边照着英雄场 里边是短肩秀 白愁的裤子 腰中系着丝乱大袋 足下两只素段花靴 上边是金丝磊的大蝴蝶 秃秃烂颤 看年纪 这个年轻的五生公子 也就在十八九岁 长得特别体面 跟个大姑娘似的 王八 双一条巴 眼睛一盗 嘿嘿 请问哪一位笑话我来了 身高丈二的人 看着王八 啊 是在下我笑来了 哎呦 怎么说 我没弄起来 嘿嘿 让您见笑呢 我不成 那么您既然笑我 您能把这铜钉给立起来吗 啊 不敢说 也许在下凑合的能行 好啊 哎 既然能行 你就把这铜钉给严立起来 使罗子是把 拉出来溜溜 要是不成啊 嘿嘿 火烧皮熬 你给我趁早卷回 这王八 说话可不好听啊 没想到这个人 也不怪王八 说话粗鲁 把身上英雄大厂拖下来 就递给旁边这位 漂亮的武生公子 这个漂亮的武生公子 接过来 搭到自己的胳膊上 在旁边看着 身高丈二的人 往前走了几步 双手一抱拳 往寺外的人群看了看 列背 我是远方来的人 到长安城武靠厂前来赶考 今天特来逛庙 遇见这位朋友香奈 不得不在人前丢丑 这个铜钉嘛 立得起来 立不起来 可不敢说 在下试试看 如果我要把铜顶立起来 就请众位烧香还原 如果我立不起来这铜顶 大家千万不要耻笑于我 说这话呢 他又从大家抱了抱拳 然后一哈腰使了个骑马 蹲当是用手就扶了扶这铜顶 刘秀在人群里可看见了 心说这个人是行家 还没动这铜顶呢 先拿手摸摸这铜顶 就是问问这铜顶到底有多大的分量 自己能不能立起来 自己能用多大的力气 能把这铜顶立起来 刘秀在这看着 王八可听见人家说话了 王八先说 是个老练的人哪 这顶还没立呢 说出话的 先给自己留了个退身步 把顶立起来 算他露了脸了 如果立不起来 他也不寒碜 不像我王八 性急出马一条枪 办事不留退身步 我瞧着这小子 能不能把这铜顶立起来 王八心里想着 他拿眼睛看着 就瞧这个人 右手扶着了铜顶的顶耳增 左手一抄 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喊了一声 开 这个人把浑身立起硬足了 这铜顶就立起来了 看热闹的老百姓 齐声喝彩 好啊 眼瞧着这人 一反这手腕子 双手望成一举 嗨 就这一下把铜顶举过了头顶 老百姓二次喝彩声音起 嗨 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 刘秀跟邓鱼在人群里看着 这个人把千斤顶能举过头顶 了不得呀 刘秀不由的暗熟大指 心说 想当初楚霸王项羽 在小徒事立举千斤顶 收响了八千子弟兵 这个人可不亚于楚王项羽 有降龙拂虎之力 可惜我刘秀不认识他 我要能知道他姓自名谁 他住在何处 我一定登门拜访 将来请他帮助我刘秀 灭亡莽复兴汉史 又倒是千军万马容易得 一员虎将最难求 刘秀心中羡慕这位英雄 这时会儿 这个人手举铜顶 就在地上 啪啪啪走了两个圈 浑身的力气都在这退上了 两只脚踩到地上 这地咔咔咔直响 这个人走了两圈 然后走到原处 就把这铜顶轻轻地往地上一放 还是原来立顶的那个地方 把顶放好了 这个人望着一站 刘秀军臣一看 好 面不耕涩 气不涌出 给王八爷 不知道寒碟 右手大手指一挑 好业的 好小子 比我强多了 老百姓直乐 他还真没往心里去 这个举顶的人 放下铜顶望着一站爆群拱手 中尉 在下把顶立起来了 也不足为奇 今天留个姓名 我姓贾名副自军文 交动人士 人称 银吉太岁 雪天王 书中暗表 这个贾父是东汉演义的一个主要人物 将来保证刘秀灭亡 往复兴汉室二十八月云台大将 头一个就得说是银吉太岁 贾父贾军文 刘秀可就把贾父的名字 家里边的住址全都记在心里了 将来我一定去寻访这位英雄 这时候王八喊上了 烧香的还原的 你们听着 铜顶一然立起来 你们赶紧烧香还原 恶霸来了 有我呢 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一阵大乱 咱们下回再说